AI视频的纯性同步也太难做了吧 这类工具现在市面上很多 但要么只有大头照能生成 要么只能说话不能唱歌 或者只有头部僵硬的动机下 身体却根本没有变化 而前段时间我之前介绍过的 超强可以控制人物动作的AI工具 Vigo又更新了麦克风功能 告别单纯的纯性同步 让角色边唱边跳看起来特别生动 今天的视频我就会分享这个新功能到底该怎么做 有哪些玩法 以及VigoAI的其他一些进阶功能 感兴趣的话那就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说明栏的链接 进入VigoAI的官方网站 这里要展示了VigoAI可以使用的几个途径 苹果和安卓的手机版 网页版和Discord版 现在纯性同步的这个功能 暂时只支持在手机端进行使用 官方也有说未来是会在网页版进行同步的 我们扫描这里的二维码 或者在应用商店搜索VigoAI就可以下载它的手机端了 如果你是中国大陆的小伙伴 记得要用其他地区的Apple Store账号才可以进行下载 大陆地区呢它是暂时不支持的 进来以后点下方这里的加号 这里有四个Tab的功能 我们先选择麦克风功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他几个我在视频的后面也会介绍 不要错过了 到麦克风功能这里呢有四个配置像 Character、Audio、Background和Motion 首先呢是Character 这就是我们唱歌的主角 这里需要上传的是人物的照片 可以看一下详细要求 必须是单人、正脸、全身、手在两边 并且背景干净 你可以上传自己的照片啊 不过耶翰呢是Vigo现在好像还不支持动物 比如我上传了一张大熊猫的图片 它就会变成这样 除此以外呢Vigo也提供了很多官方的形象 无论是现实卡通还是CG Vigo官方都有大量的默认形象可以让你选 我这里要就选这个酷酷的小姐姐 然后就是声音 无论是说话的声音还是唱歌都可以 它这里默认就有一个音乐库 你可以直接选择 或者呢也可以上传一段视频片段 或者是文声音频 任意输入一段文字 我这里试了一下 中英文都是可以的 就是中文它读出来呢 和XGPT的语音有点像 有一点点小小的口音 但问题不是很大 你好我是木子 很高兴认识你 最后一个选项就是直接录音 比如像这样 好了以后 点右边这个加号 就可以选中你想要的这段音频了 第三个配置项是背景 你可以选择自己相册里的图片 或者用它这里白色绿色纯色背景 第四个配置项是参考动作 Vigo默认生成的音频视频里 人物会有一些浮动的动作 但是如果你想要特定或大幅度的动作 就可以上传参考视频 比如可以这样 好 我现在先有默认的音乐库 生成一段视频 它这个生成速度非常快 基本上一分钟以内 秀一下就好了 它默认是会生成一个类似于TikTok视频流的格式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视频分享到其他平台 或者下载到本地 让我们来看一看效果是怎么样子的 那我们之前也看到了 它这里的音频是支持很多不同类型的上传方式的 所以也拓展了我们可以玩的方法 今天木子也是为大家介绍三种非常有趣的特色玩法 第一种就是让角色唱AI音乐的歌 我之前也和大家分享过如何用Suno AI去生成音乐的方法 但如果我们把Suno AI生成的音乐和Vigo AI这里的角色进行结合 用人物把它唱出来是不是就有趣多了 我们在Suno AI生成一段音乐以后 可以把生成的那段带有专辑封面的视频下载到手机本地 然后在Vigo Audio page这里选择提取 把刚才的这段视频上传即可 第二种呢就是雕塑说唱 我们只要找一张雕塑的全身照 然后选库里的歌 就可以快速生成啦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第三种呢就是让角色去说台词 如果你在做AI电影或者是AI动画视频 想要做一段角色说台词的画面 我们就可以在Audio选项这里选择Text 然后由Vigo生成AI音频作为配音 比如像这样 除此以外我还给大家看几个网上大传统 神们制作的视频 希望可以给你一些灵感 你有想到别的有趣的玩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哦 看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那Vigo除了最新出的这个麦克风功能 之前最经典也是最让大家惊艳的 就是角色任意做动作的功能 主要呢就是mix和move两个选项 不过呢有很多人会分不清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先给大家展示使用同样的角色图片和参考动作视频 用mix和move生成出来的视频差异 mix主要就是用你上传的角色形象替换原视频的角色 官方的解释是将您自己或喜欢的任何角色置于场景中 所以关键词是place 而move就是让你上传的角色图片动起来 官方说明是会保持原始视频完整的 简而言之呢mix就是会以你上传的视频为核心 保持视频的画面基本不变只改变里面的形象 而move呢是以你上传的角色图片为核心 保持角色的画面背景不变只改变他的动作 不知道这样解释大家有没有听懂 那么利用这两个玩法 网上有很多的小伙伴做了很多有趣的视频 也给大家参考一下 然后multi这个功能呢就比较有意思 它是支持多人的角色替换 不过这里只支持用库里的模板视频 不支持上传本地视频 比如最近rose和火星哥啊 这首歌非常火 里面呢就有双人队伍的场景 我们就可以选它 然后下方character这里就有识别两个人物 我们选两个人对跳一下试试看 那么vigo ai制作的这些视频 到底可以应用在哪些地方呢 首先就是可以用来做ai视频 比如一些ai动画的制作团队 已经利用vigo ai去制作一些非常优秀的成片了 然后对于公司和品牌来说 也可以做一些很有特色的营销视频 比如把babi的形象和ppap这首歌 结合在一起做成这样的视频 或者让扎克伯格跳舞 最后对于个人或自媒体来说 就完全可以用vigo ai去制作一些视频 然后发到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比如这个网红用vigo ai生成了一个9秒钟的视频 就获得了80多万的点赞 视频播放量更是高达1000多万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下 ai的应用是越来越多样了 如果你担心未来被ai替代 那么希望我提供的ai商业时尚攻略课程 可以给你一些新的启发 里面呢包括一些ai工具的使用方式 ai如何替你减轻工作量 如何帮你打造个人的IP等等 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视频下方说明栏链接 查看课程详情哦 如果关于课程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发邮件给我 或者是添加我的微信或者是line vigo ai这次时隔半年再次做了一波大更新 的确呢是有让人惊艳到的 不过坦白讲还不够完美 比如他生成的视频呢就是不够高清 而且因为一定要上传的是全身照 那对上传的要求就非常高 像对嘴型的这个细节 call的也没有那么好 所以呢还是非常期待vigo ai可以做得更好的 继续加油